注意看千金大小姐竟和叶峰 赵家就是天 那男将该变天了 接着又扇了他女朋友一巴掌 以我哥的条件想要娶妻 多的是世家贵女 求是嫁进我赵家 接着男主就开始了服务 这是你打的他第一巴掌 在我赵家的地盘上 你敢打我 这是你打的第二巴掌 你再打一个失神吧 这是那脸巴掌的利息 你比较了更好 我就怕他不敢来 是好 大小心 孙星啊 我已经把你在外面勾三搭四的事情 都告诉我哥了 你猜你那个小白脸会怎么死 原来赵公子已经知道了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 我绝对不会嫁给你哥 笑话 以我哥的条件想要娶妻 多的是世家贵女 求是嫁进我赵家 他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你有拒绝的权利吗 真当自己是什么兵杰玉女 高不可攀 你 大小姐 苏青雅刚才还激励维护 叶峰那个废话呢 怎么 还忘不了那个小白脸 这是我的事情 与你无关 请你证实自己的身份 你是我哥的未婚妻 在外面勾三搭四 丢的是我赵家的脸 你信不信苏家 都会因为你遭殃 当然了 也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等你那个小白脸来了 让他给我下跪请罪 等我高兴了 之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 你觉得如何 你做梦 你就不怕你那个小白脸 直接被我弄死 大小姐 那个废物到现在还没来 恐怕已经下都不敢来了 不来又如何 他躲得了今天 躲不过明天 别说 没想到了 你真敢来呀 来得正好 现在给我下跪请罪 我能留你一名 否则 我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你刚才打了他两巴掌是吗 这是你打的他第一巴掌 在我赵家的地盘上 你敢打我 这是你打的第二巴掌 你再打一个世上 这是那两巴掌的利息 你 叶峰 叶峰哥 我这样太过了 今天是赵家的盘卖会 等会赵俊也会来的 谁让他们欺负你呢 叶峰 你好大胆啊 你说你刚才打人是谁啊 是赵家大小姐 你刚才下跪认错 你怎么把我给挂上 我当然知道 你因为之前就打过 大小姐 你听见没有 谈大方为呀 你一定要狠狠地犯他 叶峰 你就狂吧 你越狂 咒死得越快 秦家资产 你拿不稳 三番五次地挑衅我 今天必须给我下跪道歉字 断双臂 否则等我哥到了 必死无疑 好啊 我也很期待 你哥他赵俊 怎么让我必死无疑 你说你脑子有泡吧 赵家在南疆 是四大家族之首 南疆的天 你也死你就会弄 死一个蚂蚁那么简单 你知道吗你 那我是门蛋 好 好啊 我哥来了 等此吧 哥 叶峰 说大话可是要负责任的 赵家登顶南疆十年之久 根深蒂固 势力庞大 你拿什么跟赵家比 一个侵吞业价资产 才登顶南疆四大集团的赵家 值得秦小姐这么专门 你简直无可救药 说了好啊 哥 就是他 你看你未免都快被人庆死了 你就叫叶峰啊 是 是 是你打的我妹妹的发掌 对 好 我喜欢有胆识的人 不过要不是你的出现 我都不知道有多久 有人敢挑战我赵家的权威了 说 上次公开挑衅我们赵家的人 是怎么处置来着 临时处死 好 那就这样办 把他拖到大街上公开处勤 正好给所有人一个警告 免得时间久了 大家以为我赵家是指望不少的敬畏 妹妹 对这个处置 你还没人呢 满意 哥对我最好了 够人一屎 现在知道惹入我赵家的下场了吧